老板这车怎么样 现在的车造得是越来越漂亮 自己看 豪华 就两个字 环形的卡座区 摆个烧烤桌 没事的时候 风花雪月坐在这 晒晒太阳 无敌事业 这只是一个二楼 兄弟们 下楼下楼 当心楼梯 楼梯都是有用的 它在这里 做了很多储物的小柜子 包括这里 当然开车的时候 它需要降下来 这是一个下层式的大路台 前半区 环形的大卡座 坐在这里 两个字 高档 同时兼备了五个人的居住 上方是一个双人的生姜吊座 下面是一个卡座座 当然这车不会有很多人 因为他们是去享受生活的 带地暖的兄弟们 整个车带地暖 这是游艇级的项目 并且给你挖了一个储物的柜 下层式的储物柜 这些都是铝和经纪 高的 这种房车就是要体现它的宽敞 后面是厨房区 L型的一个灶台 然后冰箱在那里 在这 一人高 一米七 大概一百六十多深的一个冰箱 这边是干湿分离的卫生间 这就很舒服了 因为你有个单独的淋浴空间 这里有门 可以关上 外面是美国进口的电动粉丝马桃 在这里给你配了一个洗手台 灯 430升的清水箱足够用 你在这车里也不用担心水的问题 储物空间的也很大 一会带你们出去看 那做饭的区域很宽敞 因为整个这个区域 是一个开放式的欧式厨房 上面配了1.5匹的家用便宾空箱 然后 所见即所得 储物柜 储体比较多 电磁路 微波炉都有 车里的上装配置不是杂牌 拓宝的逆边器配着一个如果的太阳能板 然后24伏的链电系统 双方是800瓦的太阳能板 当你从这个楼梯走下来 有没有一种君临天下的感觉 颜色是真心的好看 这是防暴器 做了电涌的绿色的防暴器 然后配上6根气囊悬挂 兄弟们 这个轮子到我这 我个头不低 三德卡的6.7T才有 油耗还可以 不高178个油 坦克300也才油耗 这是它的侧面 目前没有上牌 超100万的东西 现在我们的售价是69万8 目前只开了3000公里 侧主也没有上牌 但没有时间晚 后面是一个行李箱 电动可以上下 然后摩托车架 全部都给你做好了 一买就是一手车了 说句实话 它比二手车的性价比高 比新车的性价比也高 因为足够便宜 足够吸引你 来看这里